各位小金粉大家好 我是薩諾斯 薩諾斯又來啦 今天我要來介紹 我的居所 那你們猜一下我是住在哪裡 是在下水道還是海邊 還是都市呢 都不是 其實我是住在一個 我直接帶你們去看好啦 要去我的家呢 一定要先開這台得入客所啊 只有得入客所可以到的了 沒有其他飛機也可以啊 只是得入客所比較帥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的頭 跑出來了一點點 這台車太小啦 小到不行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前往我要去的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我往那邊飛 我開地圖給你們看 我現在人是在這個位置啊 然後我要往這個方向走 我就是居住在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隱秘的地方啊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這台 得入客所非常的好用啊 必買的車子啊 那我現在要來找一下 我的家在哪裡 現在有點難找 這一片大海 看起來都一樣 有了 右前方有一艘船有沒有 我是住在船上嗎 不是 是船旁邊的那一座小島啊 我們現在就去那一座小島看一下 這一個是 洛盛都的隱藏小島啊 就在地圖的這個位置 非常的靠近這個深海的區域啊 這邊有一個隱藏的小島 就是專門給我來居住的啊 為了不讓世人給發現 我在這邊建造了一個 Villa住所 一個度假村 就是我的豪宅 然後這邊有一個直升機坪啊 直升機坪 以方便我進出啊 然後旁邊也放了一台那個 遊艇 然後因為是在深海區域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 海浪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稍微看一下 我找個地方停一下車子好啦 就只有這種車子可以來到這種地方 酷 好 哦 我們一定要把車子給停好來 非常的帥氣 哦 今天的天氣怎麼看起來陰陰的啊 來 我用我的力量手套來改變一下這個天氣啊 哦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亮多啦 力量手套真好用 啊不對 是無限手套真好用啊 好 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看看吧 我們先看一下外面的環境長的什麼樣子喔 然後這邊有一根這個路燈 那這邊的墊當然是接那個海底電纜的墊接過來的啊 其實不用用我的那個無限手套有沒有 也是可以發電的啦 然後這一條小路可以通往這個直升機坪 你看這邊 海浪打得非常的高啊 這邊走路還會被那個海浪給見到啊 這個是直升機坪上面的樣子喔 然後旁邊那邊有一個海灘 然後那邊還有一隻羊傘有沒有 我看那邊賽之光浴會被那個海浪給打到啊 這邊賽一賽可能會被那個海浪給衝走啊 好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豪宅的四周 長的什麼樣子 我們繞著它一圈喔 這邊海浪其實還蠻大聲的啊 但是呢至少不會被這個都市裡的人給干擾啦 這算是一個室外小桃園 喔這就是剛才那一條路啊 這海浪有夠大的 非常大的海浪 然後這邊我有建造一個這個游泳池 啊欸游泳池怎麼裡面沒水 我要游泳啊 沒有放水進來很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一樓來看一下吧 這前面是這個是正門 正門一進來哈 你看一下我們這邊有這個電話 我們這邊是有接電話的好不好 然後望遠鏡 望遠鏡從這邊是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 是看那一艘船嗎 拉遠 什麼都看不到這望遠鏡要幹嘛 看喔遠遠的有一座山 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看我這邊的這個電視機下面有四團火焰啊 這個電視機是火力發電的有沒有 非常的酷 然後我們中間這邊呢 我就直接這樣給他走上沙發啦 中間有一坨彩火來幫這邊 這個時鐘也是用這個火來發電的啊 應該時間是12點 12點整 然後這是廚房 廚房 反正我也不會在這邊做菜 因為我是那個啊 無限手套 天選之人啊 是不需要吃東西的 我是不會肚子餓的好不好 在我還沒拿到無限手套之前呢 我也是非常一段時間不吃東西都可以存活的啊 這就是我們這一種種族的這個血統優勢啊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房間是什麼 這個是洗澡的地方 有一個淋浴的馬桶在這邊 然後淋浴的地方跟一個泡澡的地方在這邊啊 然後有一片大玻璃 然後玻璃裡面卻看不到我 我在哪裡 我不是一般鏡子可以照得出來的啊 接下來我們上二樓 這邊有一個二樓的路口 我們上去看看 這樓梯間隔有點大啊 剛好適合我這種粗獷的人有沒有居住 然後這個就是我二樓的這個view 哇二樓的view超好 尤其是我睡覺的地方 我睡覺的地方 我怎麼感覺這張床對我來講有點小啊 但是呢我二樓是一個非常一覽無遺的這個落地窗啊 而且四處呢隱私非常的好啊 因為根本就不會有人到達這邊 四處都是這個海岸 這個住起來看起來就舒服啊 然後除了我的房間之外呢 我旁邊也是有一些遊戲間啊 這個就是我平常撞球的地方 遊戲間 然後這邊有另外一個電視有沒有 這邊就是我在打電動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我手把光碟片 桌上還有一罐可樂啊 喝到一半 這是平常我在實況GTA的地方 然後這邊還有一間小間的有沒有 這個是二樓的浴室 非常的閒情意志啊 二樓的浴室 這邊也有一台八台喔 八台上面還有一個電視 就是我喝酒的地方 那這裡面呢 就是放著我的財產啊 一個金庫有沒有 然後這邊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房間 這邊是我另外一個七夕的地方啊 當有帶小姐回家的時候呢 就是在這邊去做一些正經的事 啊絕對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事情啊 只是在床上看個故事書而已啊 就這麼單純 就這麼簡單 然後這是我的那個實況用的電腦 然後這一台電腦的這個規格呢 在影片下方呢 都沒有寫齁 在影片下方都沒有寫 大致上是這樣子啦 我來揍揍看這個 我的落地窗會不會破啊 會產生這個爆裂的痕跡啊 我想說可以把它踹破的說 如果你對於我的VILA豪宅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薩洛斯呢 絕對不會去回復給你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阿金啊不對 我是薩洛斯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